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备的改造和设备设施的减维修服务 那么承包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 不但可能对其自身造成伤害 也往往会给企业和周边的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说这个承包商管理是我们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 也是管理的薄弱环节 那么概括起来我们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要明确双方的安全管理责任 第二个要严格审查承包商的安全资质和专业技术能力 第三个是做好现场作业的安全风险分析 第四个开展对作业现场的监督和管理 那么来看一下知识点一 这个生产经营单位啊 以及这个承包商 它的安全管理责任 第一个先来看一下 生产经营单位 它的安全管理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 它发包工程项目 应该以生产经营单位的名义来进行 严禁以某一部门的名义来进行发包 那么生产经营单位啊 应明确发包工程的规口管理部门 统一对发包工程进行管理 要对这个承包商进行资质审查 选择具备相应资质 安全业绩好的企业 作为承包商 要对进入本单位的承包商人员 进行全员的安全教育 向这个承包商进行作业现场的安全交底 对承包商的安全作业规程 施工方案和应急预案进行审查 对承包商的作业进行全过程的监督 好吧 这是这个生产经营单位的管理责任 那么再来看第二个 承包商它的安全管理责任 承包商主要负责人 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同一个工程项目或者是同一施工场所 应该有多个承包商的时候 如果有多个承包商施工的时候 生产经营单位应该与承包商签订 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 或者是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发报单位对各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作 统一协调管理 好吧 第一个就是承包商它的资质审查 那么承包商的资质审查一般包括业务资质审查和它的安全资质审查 两部分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个 承包商的资质要求 对于国家有相关资质规定的承包商类别 承包商应该取得国家规定相应的从业安全资质证书 对吧 建立安全管理机构并且配备不少于一定比例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要达到其资质规定的出来要求 第三个承包商资质审查它应该提交的资料有哪些 第一个在业务资质审查的时候 业务资质审查应该提供的资料包括 第一个承包商它准入审查表 第二个有效的企业资质资信证明 如有效的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的证明书 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 银行的开户许可证 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等 这些它这个属于业务资质审查的时候应该要提供的资料 然后第三个是企业的资质证明 如果它的施工资质证书特种作业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第四个其他应该提供的资料 如近期业绩和表现等有关资料 好吧这是业务资质审查 那么看第二个安全资质审查 它应该提供的资料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承包商安全资质审查表 第二个安全资质证书 如什么呢 安全生产许可证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这些安全资质证书等 然后第三个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安管人员 经政府有关部门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名单 以及证书 第四个 企业近两年的安全业绩 包括它的施工经历 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况档案 以及事故发生率 以及它的原始记录 安全隐患治理情况档案等等 好吧 第五个 安全管理体系它的程序文件 及有效评审报告 那么来看一下知识点三 我们现场安全管理要求 现场的安全管理要求 这里边了解为主 了解为主 就是有关第一个 有关设备和工具的 第二个 门禁的管理 第三个 安全交底和危害告知 第四个 施工方案的制定 第五个 施工计划审查 第六个 安全教育培训 好吧 这里边是这个了解一下 就是作业现场的时候 需要什么 好吧 第一个看知识点是 承包商作业过程的控制 第一个 现场危害确认 生产经营单位 应该于承包商 就作业相关的一些泄漏 火灾 爆炸 中毒 触吸 窒息 触电 坠落 物体打击和机械伤害等 这些危害进行确认 并且明确 作业许可的相关要求 好吧 第二个 作业过程的监督 作业过程监督的内容 主要包括什么呢 施工用电的管理 个体防护用品的使用管理 以及文明施工管理 应急和消防管理 警示和标识 微信化验品管理 变更管理 以及职业健康管理等 这是作业过程中 它监督的主要内容 好 这是我们 第15节这个 内容 这里边啊 考点也不是很多 也是这个大家了解为主 好吧 万一我们出选择题 大家能够理解我 这一节课讲的内容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